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接下来就看看他们如何帮助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吧 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两人已经结婚八年了 这八年他没有一天不挑我的毛病 一会儿说我这不好 一会儿说我那不好 就连玩个游戏他都说我没玩 不是我挑他的毛病 三十多岁的人们 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 孩子也不带 家里的事也不管 一点男人的样子都没有 男人的样子是要靠女人维护的 他在外面一点面子都不顾住 弄得朋友都不愿意和我消除了 到了家里连孩子也不让我管 让我觉得一点地位都没有 这些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现在又来怪我 如果你不做出一些改变 孩子你永远都别跟管 掌声有请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陆先生31岁来自吉林 是一名工人 女嘉宾吴女士33岁 同样来自吉林个体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8年了 老夫老妻了 有孩子吗 有 男孩女孩 男孩 多大呀 8岁 今天是老婆来诉苦的对吧 对啊 求修理的对吧 对 我一看这体重这么大 估计你们也修理不动 杜先生现在爱玩游戏是吧 对 因为玩游戏跟老婆打是吧 因为我俩是农村的嘛 然后在家的时候 种点地了 然后他在上外面打打工 小日子也挺好的 但是后来从哪他迷上 就是那个游戏了 然后我俩就是说 这不停的正好 那游戏都是以前 就8年前玩的单机游戏 就手柄那种的 卡带那是 还是那样的游戏呢 那么多年了你还提他干嘛 刚开始的时候玩手柄 后来不就是玩手游了吗 玩那个游戏的时候 叫他吃饭 他也得叫几次 每次叫他吃饭 啊 来了 完了 然后该玩还是玩 刚开始玩那个手柄游戏的时候 我就生气的时候 就给关了 他也不说啥 但是后来就是从哪儿玩这个手游 我再给关的时候 就和我生气 和我吵了 你看他就是说 他长得挺胖的 挺安分手挤的一个人吧 一吵就是说 这可实在了 但是就是因为玩这个游戏了 学会那个撒谎 然后骗我 有时候我给他打电话 说你下班了 那个咱还不回来呢 他告诉我 快了一个多小时 马上就回来了 有时候就是打过那个四五次吧 也不回来 确实是上班了 他有时候他就说加班吧 加班然后我就去 单位那个底下楼下去找他去 到那一瞅灯也关了 根本就没有人了 干嘛去了 下班那天也是加班 但是就比平时早一点 都是工地局 我们几个工友嘛 没事出去喝点吧 就这么的 我就没告诉他 其实也是加班的 但是那次你去还碰见了 但是那你喝酒去 你可以告诉我 你可以说呀 为什么不说呢 刚开始的结婚的时候 他从来都不骗我 说上哪儿就上哪儿 说啥时候回来 就是什么时候回来 那时候也领着我 然后后来就是从哪儿玩游戏了 他就我管他呀 然后一玩游戏 我就跟他俩吵 然后他就也不领着我了 自己说走就起来就走 就那样不像早先了 最可恨的哈 还说的那个 媳妇啊 我给你买了两张 驴浴缸演唱会的门票 我朋友买了两张票 就这么 我说让他去看驴浴缸演唱会 他就以为我在家骗他 给他支出去 其实他就是支出去 为了把我支出去 然后在家玩游戏 我一做这个 他以为我 也只有支出去 那你为什么不陪他去呢 我在工地忙啊 好 忙 后来的时候还说我 你妈想你了 你去上你妈家待几天吗 让你回娘家 哎呀 对呀 他唯凌 这就是指我 就是那个想让我出去 然后他自己在家玩游戏 还建一个群 和那帮那个群友们 就胡鹏狗友的就聊天 还出去喝酒 打牌呀 什么都都学会了 咱们是胡鹏狗友的 那谁这朋友 怎么是胡鹏狗友 那怎么就不能说 是胡鹏狗友呢 真正的在社会上的朋友 都哪儿去了 一个都没有了 哪儿去了 早前 为啥呢 为啥哪儿去了 你不知道吗 为啥哪儿去了 后来都没有朋友了 就从哪儿玩这个手游 他说我为啥 我外面没啥朋友 他以前我跟我朋友 我们一起有个 就是都是我圈总的朋友 以前不是游戏的朋友 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都是订好这个饭店了 但是我们晚上去了晚点 这饭店就打烊 关门了就去玩 就换地儿了 过来我们吃 反正我时间长了一点吧 他就上那饭店找我们去 开始去那店 我没吃上吗 打烊了 关门 我打电话问我在哪儿 我就说我换地儿 换地儿为啥不告诉我呀 那你要告诉我的话 我就不至于生气了 是 他就自己 我告诉在哪儿 打车就过去了 过去了可能好 把我的朋友那边 一顿全给骂了 说以后 再和我老公出去吃饭 你看我哪个骂你们 以后谁也不许那啥 然后回家就说我不给他面子了 你说我怎么能 我那怎么能接受他那种 也没什么 你不跟他们喝了 也不吃了 对 他说了 朋友都没了 没人干着了 然后用后玩这个破游戏 都加到什么样了 一天天的也不管我和孩子 也不照顾这个家了就 有一次把他都出去一个月 两个月的 然后就不回家了 用后我和那个他朋友 吵架那次嘛 没给他留面子 然后就和我生气了 生气就走出去一个多月 然后就是上远处干活去了 我打电话他也不接 我忙怎么接 你忙的时候你能总忙吗 能成天总忙吗 你得最起码打个电话的时间 也能有吧 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 我打他也不接 你那也不是说我不接 你知道吧 主任你也知道 我在我家那边 我们自己 我有个小工程队 现在我们家那边附近 活比较少 就去外地了 远处山东 玩哪里 基本上有活 现在就可以就是走 他打电话也是忙的 确实就没 不是说故意不接电话 我家孩子 我记得有一次 晚上高烧了 都半夜了 那个时候因为在农村嘛 找车也不好找 农村车少嘛 那个孩子就是高烧 那个时候就特别热 然后那个 我就带孩子去医院了 到那医院的时候 那个大夫就告诉我 说这孩子 那个再晚来一会儿 就是说这特别特别的危险 这个孩子吧 必须得那个住院打针 然后那个时候 你说我一只手抱着孩子 一只手还得给孩子 拎着那个吊瓶 还得抱着孩子 然后还得给他取药 还得给他挂号的 后来那个大夫 看我抱着孩子 挺费劲的 然后就是说 要那个护士说得帮帮我吧 然后那个时候 你都不知道 我给他打电话 左一边打右一边打 也打 我确实是忙嘛 但是我不 你夜里忙什么呀 我们在工地 就是有时晚上经常加班 但是收料来料了 你去去去去去 不是 我不能 不可能说 故意不接电话 但是你说孩子有病 你别问我们了 环保法规定了 八点之后 大工地能再施工吗 真这样 那是你儿子 别逗了你 然后那个孩子吧 他老问 说那个妈妈妈妈 我爸怎么还不回来 然后我说 我给他打电话了 他一会儿就回来 那时候我还得骗孩子 那时候我心里 真的特别特别地难受 理解 理解 一心子 就是说的 这种生活 我真的过够了 一心子就是 太难了 太苦了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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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一句啊 你今天来干嘛呀 我来就是说的 看看那个 能调解就调解 调解 如果说的 实在是说的 调解不了 我也没有办法 那就只能说 得走那个那一步了 哪一步啊 就是说离婚呗 听见没有 但是说 如果说他要能改的话 我也看看吧 这还没开始谈判 你自己先软了 你知道吧 不能离婚 那个前台词 其实说白了就是 打游戏只是一个引子 和一个借口 妻子要说的 八年期间 这个丈夫好像变了很多 家和孩子 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可能对他来说 游戏啊 应酬啊 喝酒啊 出去啊 吸引力更大 对吧 所以这段情感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来 戴老师 能听得出来啊 二位的婚姻 可能进入到了一个平静期了 女的觉得这样过下去 实在受不了了 然后男的觉得 没什么 我之前这么长时间 这八年不都这么过来的 对不对 是不是现在觉得 女的有点矫情 怎么现在开始矫情了 以前不都这样吗 怎么现在开始这样了 现在他一关 他啥都以为我骗了 发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这八年来 对他的关心 不是日益在增加 而是日益在减少 所以他感受不到 你对他的温暖 对他的关心 关怀 他当然会起异心了 他当然会不信任你了 还有我想跟姐姐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咱女人有的时候 活得傻一点 其实挺开心的 就是你真的干嘛 非要知道 他背后那些原因 干嘛去要那么累地猜忌呢 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吗 当女人抱怨多的时候 就老得快 抱怨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就会越来越不平衡 心里越来越觉得 怎么这样 生活怎么是这样啊 不应该过这样的日子啊 这男人一点都不关心我 但其实有的时候 这个心态是自己调节的 我知道你可能一天 围着三尺灶台 然后这边是孩子 每天家务事这么多 肯定很辛苦很累 抱怨难免会多 所以刚他真的 没办法及时改变 自己的时候 你要学会 自己调整自己的情绪 好吧 好 谢谢二位 好 谢谢夏老师 来 于东 我可以说两句过来人的话 如果重的话 你不要介意 好吗 老婆和孩子 在你心目当中 谁更重要一点 一样 真的吗 真的 那现在孩子对你 你觉得很亲吗 不亲 原因是什么 原因可能就是 他教育的方法 你希望未来你的儿子 长大之后 跟你一样 还是说比你要好 当然比我要好 望子成龙对吧 对 那他需要一个好的 教育的背景 需要一个好的导师 当然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他就是需要父母 好的以身作则 尤其是你 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八年了 我们可以接受一段婚姻 经过八年之后 可能略有一些疲惫 略有一些平和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进入到 这个阶段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一边在抱怨 一边在相互指责的时候 其实更重要的 就是拿出更多的精力 跟时间 想想解决办法 我有几个小的建议 那我觉得如果 从这一刻开始 想挽回儿子 对于你的这种 原本的那份尊敬的话 其实你应该可以 考量一下 你未来的事业规划 这种经常不在家 甚至不在本省 去外地 并不是一个持久之计 或者它不能马上解决 你现在的亲子关系 你可以有一些别的规划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比较务实的事情 另一方面 从老婆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孩子现在也大了 对不对 八岁了 对啊 你其实可以有大把的精力 腾出手来 做自己的事情 换句话说 你要有一点 经济独立的能力了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东北农村 有很多的土特产 你都可以卖啊 你都可以做啊 如果想顺利地 平稳度过这个平台期 或疲劳期的话 两个人都要做一个努力 那个努力就是 要让对方重新地认识自己 让对方觉得自己 重新地眼前一亮 两个人都要调整 因为现在孩子毕竟越来越大了 最后一句话 顺便说一句 跟大兄弟说一句话 要想让孩子尊重你 最简单 直接有效的办法 就是对孩子他妈好一点 好吗 谢谢啊 好 谢谢 谢谢宇东 来 童老师 中国男人对于家庭责任性的缺乏 是普遍存在的 有一本书的名字特别有意思 一个朋友写 说女人是助朝动物 男人是野生动物 女人做一切是为了这个家 但是男人认为 家的一切是为了我 好像这家只是女人一个 而不是她的 男生 你想想家是什么 家是温暖的港湾 家是温暖的港湾 你怎么那么不爱待在家里呢 我上班的时候 基本就在家 你在家干嘛呢 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女人所有的心思 都花在家里 无论是往里买东西 还是在家里 嫂嫂妈妈 她一切都是为了经营这个家 但男人不一样 男人认为家 是我生活当中的 一个必要的东西 但是家并不是我的全部 家的存在 是为了让我更好的笨事业 家只是我的后方 而不是我的阵地 这跟女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不光是你一个人这样 挺 那边 都坐在老草 那边 都坐在家里 那边 都坐在家里 打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行了 留给你们吧 反正还是有感情的 来 一起进入 那几篇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老婆 毕竟我们结婚八年了 我肯定是一直都是爱你的 我说过 可能就是爱你的方式 不一样嘛 以后我会把那些 坏毛病改掉的 希望你让我 和你一起照顾孩子 让我和你一起教育孩子 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 这八年你都没有改 以后能改吗 肯定会改 放心 希望你以后能改吧 亮灯吧 陪你到老 好好陪陪儿子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吧 请开门 来 跑两步 把老婆抱过来 你别动啊 你别动 好 好 把她抱过来 中国有句老话叫 身大力不亏嘛 抱得了吗 可以 别摔着了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我们要感谢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药保湿 一倍湿 纯的爱 放心爱 一倍湿纯净面膜 提供的奖品赞助 来 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谢谢 老婆 相信我 以后一定会为你改变的 我给你一次机会 哎 亮灯吧 我是真不想让这个灯亮啊 我相信这样的时刻对这对夫妻来说已经是太久以前了 回忍的回忆了啊 哎呀 回家有声就抱抱老婆吧 没别的要求 谢谢你们 请回吧 谢谢 谢谢啊 祝她们好 谢谢啊 祝她们辛苦吧 美好的爱情是通过一个人 看到整个世界 只有糟糕的爱情 才会因为一个人 放弃整个世界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三位老师 谢谢他们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药保湿伊贝斯 纯的爱 放心爱 伊贝斯纯净面膜 冠军播出的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前往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 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股方红糖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的合作商 股方红糖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友 你看世界 世界看你的海伦凯乐眼镜 大力支持 谢谢以上机构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当然要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 同时也感谢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